黄爱玉三天前 跟刘洛冠打赌击掌 黄爱玉赌的是人头啊 刘洛冠呢 赌的是顶带花铃 这一下把黄爱玉可气坏了 他恨刘庸 本来杀了普贤 想着过不久就能跟张无举 成为夫妻 而且还能得到普贤的万贯家资 这事多美啊 万也没想到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 来个刘勇多管闲事 黄爱玉想刘勇破不了这案子 话虽如此 他害了人 他心里头就不踏实啊 倘若说那天晚上 骇普贤的时候有人看见可就麻烦了 所以他这几天睡觉也睡不着 吃饭也吃不下去 把家人压缓挨着个的群都嘱咐到了 有人查吻不准乱说 哎唯独这件事让彪子刘青看见了 黄爱玉也不知道 黄爱玉今天慢腾腾走到楼上 往当中间椅子上一坐 张承介的灯光一看 哎哟 你也别说 这黄爱玉长得是真漂亮 身上虽然穿着笑衣笑服 可是细细的两道柳叶眉 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 高鼻脸生的这么端正 这样的美人可真少见 这黄爱玉坐这想 自打普贤死了之后 张无举是天天来 俩人离不开了 可是自从自己跟刘勇打赌之后 告诉了张无举三天了 张无举是一碰没来 想到那黄爱玉生气 不由的他就说出来了 张培元的张培元 一万家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 和我立下海事山盟 好啊好啊 没想到 你跟我发下誓言 要娶我为妻 勇士相爱 怎么着 我跟刘勇打赌几掌 好啊 你胆小了 三天你连个面也不照 好 你不来 奴子上门找你去 黄爱玉想到这儿 他也没吃饭 站起来了 翠平啊 翠平答应一声上来了 夫人 您有事吗 马上让教夫给我备叫 我要去一趟无举府 哎 翠平答应一声下了楼了 时间不大又上来了 夫人 叫他备好了 您下楼吧 黄爱玉就跟着翠平下了楼了 张成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家伙 差点把我憋坏了 张成高兴了 黄爱玉刚才自言自语 几句话 张成全听明白了 不错 看起来我家老爷 料事如神 我赶紧回去禀报 张成活动活动胳背腿 有打秀楼上下来 轻轻的走到花园里 然后又从后院墙跳出去了 等他回到大帐一看 刘庸 刘的人已然回来了 张成就把自己上秀楼 听黄爱玉自言自语的话 告诉了刘庸 刘庸一听是碾然而笑啊 正乐着呢 刘安回来了 这刘安上哪了 刘安还真到张国举他们家了 刘安琢磨 到张吴举他们家 这张吴举会个三拳两脚的 你说我也不认识张吴举 我直接见他不行 嗯 既然是吴举 他的门楼必然高大 我呀 找到他们家 我再现想办法 就这样呢 刘安就往前走 他琢磨任秋县 跑去县衙门修得阔气 能有几家深宅大院 他走了不到三里地 看前面一座门楼 修得挺好 门前上下马石 大门的左侧有个门房 门房里坐着个老家人 再往大门里一看 一座影币 墙上画着猛虎下山图 画得活灵活现 再往里看 影币挡着 可就看不见了 刘安站着琢磨 我怎么进去 我要说我跟吴举认识吧 他不认识我 我直接找他 我就问他 他能给我轰出来 你管得着吗 我愿意找黄爱玉 我怎么进去呢 想着想着 天就黑了 他往这门房一看 这个老家人在这坐着 直晃悠 哦 打盹呢 刘安一想啊 今儿就今儿吧 今天已然是第三天了 要破不了案 我家老爷的顶带花铃就没了 为了老爷的前程 我呀 愣往里闯 这张无举能没朋友吗 他年纪轻轻 他的朋友 有岁数大的 也有岁数老的 我呀 愣往里走 躺着坑门的老家人 认不出来我 我也续就闯进去了 刘安想着这儿 大摇大摆 脉步就往里走 这老家人一看 二十多岁 是我老爷的朋友吧 找老爷吗 我替你回禀一声 不用回禀了 我自个儿进去吧 那好 我正困着呢 都是熟人了 老爷 您不怪老奴就行 您往里走 我家老爷在书房看书呢 这刘安就进来了 刘安一边往里走 这老头还叨了 老爷 我家老爷在书房 您常来 您认识吗 书房在二道院 右边一找就找着 刘安心说 这老头还想告诉我了 这么着刘安 没费劲就进了吴局府 影笔后头 有一条石头铺的有路 正面是大客厅 两侧是耳房 靠右边 是一个院领门 进了院领门 就是二层院子 进了二层院子 刘安一看 院里在这齐花一草 一拉六几间堂屋 看着样 是吴局家眷住的 两边有耳房 看着耳房呢 好像是吴局的家人住的 这堂屋前头 有一棵大柳树 树枝都搭在房顶上了 刘安心说呀 我呀就伤这棵树 在树上 谁也发现不了我 刘安来到树下 蹭蹭蹭几下 爬到树上 正合适 这树枝就把它给遮住了 望下一看 底下正是书房 刘安在这树上待着 一会儿的工夫 就瞧见几个家人 端着盘子端着碗 提着酒壶来了 一边走一边说话 快给老爷送去吧 老爷刚才说了 饿得够呛 几个家人推门进了书房 把韭菜放下走了 刘安琢磨 这是张无举的书房 我得先看看 这张无举长得什么样 刘安也是一身好功夫 两脚挂在树上 身子探到窗前 倒挂金钩 然后用舌头 把窗户只舔湿了 拿手捅个窟窿 眯起一只眼望里一看 书房的北山墙下 放着一大条案 条案前边有一张桌子 两边各有一把太师椅 在条案上头摆着大花瓶的文方四宝 东山墙下放着个书件 上面摆满了书记 正面墙上画着一幅画 画的是武松打虎 在画旁边悬挂一口镇宅宝剑 桌子旁边椅子上坐的正是张国菊 一个人正在喝酒呢 刘安仔细一看 嗯 不错 这张国菊长得体格健美 身材身材云成 天庭饱满地个方圆 两道浓眉一双大眼 炯炯有神 高鼻梁四字口 圆宝耳都相衬 看岁数二十来岁 呵 一表人才呀 他一边喝着酒 一边琢磨事 刘安心中暗马呀 好你个张国菊 你丧尽天良 把人家黄爱玉的丈夫给害了 你帮着黄爱玉谋害他的亲父 刘安正想着呢 突然间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刘安回头这么一看 来了一乘小叫 直接就奔着张无举的书房来了 到了门前 轿子落瓶 轿帘一掀 又打轿子里走出一个女子 这女的还真不客气 推一门就进去 刘安怎么一看 这不是那黄爱玉吗 多大的胆子 他愣敢自个儿到张无举的家 张无举正在这喝酒呢 抬头一看 黄爱玉来了 张无举还纳闷呢 门口的家人也不回禀一声 这黄爱玉怎么直接就进府了 当然 张无举敢找黄爱玉 两个人勾勾搭搭 他在家里就称王称霸 他的七十也管不了他 可是今天黄爱玉来 这老家人呢 白天喝多了 坐着是有点犯迷糊 他一看小轿进来了 嗯 这是夫人出府办事 坐轿子回府 他就没拦 他哪知道轿子里坐的是黄爱玉 黄爱玉下了轿子进了门了 他一看见张培元 他气不打一处来 眉眉一条 性眼一睁 用手一指 张兴啊张培元 好啊你 平常你是每天一趟上我们家去 怎么着 自打我跟刘庸打赌机长 好 你三天了你没露面 胆小了 胆小了当初不应该给我出主意 把普贤害死 他这一说不要紧 张无举站起 哎呀哎呀 小点是小点是 留神让人听见 刘安心说我听见了 刘安也高兴 有打树上望霞一落 没想到他高兴 他望了 尽头大点 就听扑通一声 张无举一伸手 苍朗朗 宝剑初霞 有人 一推门就出来了 张无举赶紧在外地就找 找了半天 不见人影 家人有的也听见声了 老爷 什么事啊 您拿着宝剑 我听见好像有动静 有人没有 家人找了半天 都说没看见 张无举心想 难道说我神经过敏了 啊 卖不进了书房 娘子 别着急 三天没去看你 不是因为巡抚大人派人送了消息了吗 啊 说皇上派刘庸和尚到山洞查看民情 清查府库银钱 路过此地 再说皇上赐给刘庸三口玉闸 先斩后奏之权 叫我小心点 怕把事情露出去 所以没到府中看望娘子 娘子 咱们俩做着事 刘庸断案如臣 嘿嘿 为真知道他破不了这案 放心 将来咱们必做长久夫妻 黄爱玉听着话挺高兴 觉得挺有道理 心放下了 当天晚上 黄爱玉可就没走 就跟张国举住在书房 刘庸 把情况访查清楚了 回到大帐 面见刘庸 把实情禀报 刘庸心说 黄爱玉黄爱玉 这回证据切拓 你还有什么说的 定叫你人头落地 来呀 张成 在 你马上骑着一匹马 牵一匹马 到刘家镇 把我兄弟 彪子刘庆请来 尽命 听了大人的话 赶紧骑着快马 拉着一匹马 直奔刘家镇 到了彪子刘庆家门口 轻轻一拍门 请问 刘庆是在这住吗 哎哟 就这一句话 把刘庆吓得魂飞天外 破散酒窍 心窗坏了 为什么彪子刘庆着急 自打刘庸走了之后 这彪子刘庆坐着喝完酒 他明白过来点 他琢磨 你说我也太彪了 哪来这么一道事 我磕头就跟他拜把兄弟 没问青红皂白 我还把实话跟他说了 他要真是老道 孩子罢了 可是我看他的样 不太现个老道啊 如果要是张无举派下来的 我可就没法活了 要怎么着 声音那么小叫门 他愣得听见了 彪子刘庆心窗躁了 这准是张无举派人找我来了 赶紧配好了医生 出门站到院子里 啊 找谁啊 找谁啊 啊 请问 刘庆是在这住吗 彪子刘庆 你琢磨我开门看看 要真是张无举的人 我推给他 我撒腿就跑 等等 我给你开门 这彪子刘庆走到门前 他又问了一声 哎 哎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黑晶半夜 前来敲门 你怎么知道 我叫刘庆啊 我是奉了老爷之命 来请刘庆老爷 老爷 彪子一愣 我是干什么的 愣有人管我叫老爷 哎 你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不说清楚了 干脆啊 我不给你开门 告诉你 我是刘庸 刘大人的家将张成 奉我家老爷之命 前来相请 老爷 您开门吧 刘庆一听 吓一跳 刘庆大人请我 刘大人是大官 跟我不认识 哎哎 我问你 你为什么请我 张成说老爷 您不必多问了 您就开门吧 刘庆一想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呀 干脆开门 把门开开 有什么话再说 门插过一想 门分左右 飙着刘庆 开门一看 外边站着一位战将 头上顶带 身穿观衣 腰中挂着一口宝刀 张成一看刘庆 上下打量打量 双拳一抱 功身一礼 老爷 您不要担惊害怕 我家老爷相请 现在马屁一人备好了 请刘老爷上马吧 刘庆这么一看 这不是抓我的呀 也不打我 也不捆我 张口老爷 闭口老爷 看起来 我不去 还不耐合适 跟他去 有什么话再说 好吧 我上马 咱们俩一块走 彪子刘庆 上了马了 跟着张成 直奔 刘庸大帐 十几里地 一会儿的工会到了 到了帐外 甩定黎安下马 兵丁把马接过去 张成就跟刘庆说 老爷 请您稍等片刻 我回禀我家老爷 然后他进去了 时间不大又出来了 您请进 我家老爷有请 这样 张成就领着 镖子刘庆进帐了 刘庆心里直哆嗦 进了大帐一看 两边站着兵 穿着官衣 一个个跨刀持枪 正当中 有一个书案 在书案头坐着一个人 彪子刘庆 仔细一看 哎呦 我的妈呀 闹了半天是 昨天晚上 跟我磕头那位大哥 刘道士 彪子刘庆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这回 他可不敢管 刘罗官叫大哥了 哎呀 老爷在上 小民 彪子刘庆 给老爷叩头 刘庸一听是 哈哈大叫 站起身形 走下座位 双手扶住刘庆 贤弟不必如此 起来坐下讲话 来呀 张成看座 张成搬过一把椅子 刘庸把刘庆扶起来 把他摁到椅子上 刘庆哪敢坐呀 哎 这个 我站着得了 兄弟 快坐下吧 个个我虽然是个大官 可咱们俩是磕头的把兄弟呀 我请你来 不是为了别的事情 是想请兄弟你作证 帮助围凶破案 兄弟 你答应不答应 刘庆听到这儿 他就忘了在刘庸的大帐里了 用手一拍胸脯 啪啪直响 哥哥 用得着啥兄弟 甭说作证 告诉您 就是挖坟厌尸 兄弟 标子我都能干 好 刘庸心说了 正用的你是干这件事啊 兄弟 展且在帐中等候 带微兄把张乌举跟黄爱玉拿来 再通知知府县令 前来看着我破案 然后转身行就跟张成刘安说 你们两个人马上带领五百军兵 前往任秋 把张兴黄爱玉拿来不得有 遵命 张成刘安答应一声 转身出帐 点骑人马直奔任秋 哥俩骑着马商量 刘安说怎么办 黄爱玉呀 就在他们家呢 我眼瞧着他进的府 他不会走 咱们去了一朝会 所以两个人骑着马直奔吴局府 这时候天色已然亮了 两个人指挥兵将到了吴局府 就把张吴局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看门的老家人 睡了一小觉 一睁眼望外一看 哎呦我的妈呀 老家人吓了一跳 急忙来找张吴局 哎呀 老爷老爷外边出事了 这张吴局跟黄爱玉还睡觉的 听见老家人一喊 刚一睁眼 就听见外边有动静了 那呀 别让跑了 我捉张吴局呀 两位家将 刘安张成指挥兵将 就冲进了吴局府 张吴局心里想 我张培元是吴局 巡护大人的门声 就这么轻而易举 叫你们把我捉走吗 得嘞 拼个鱼死网破 他一伸手 有打墙上摘下宝剑 跟黄爱玉说 娘子 快随我冲出府门 还没等他开门呢 一脚就有人把门踢开了 冲进几个兵丁 张吴局认为自己武艺高强 他往旁边一推黄爱玉 这时候可就顾不得黄爱玉了 手持宝剑 见人就打 黄爱玉吓得浑身之哆嗦 那当兵的进来还不捆吗 几个人过来 把黄爱玉捆了 这时候张成刘安两个人举着刀 就本张吴局来了 金妇你哪里走 俩打一个 张成刘安 两个人指挥兵将旺盛以为 吴局能力再大 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呢 张成一刀正好刺中张培元的大腿 扑通一声 张培元啪去了 兵定过来 就把张姓张培元捆上了 张成刘安 作主肩负淫妇 带着兵定回账交令 刘勇一看 信众十分高兴 命人把他们两个人压起来 然后写书信 通知府台 通知知县 前来看他破案 时间不大 太阳出来了 府台跟知县接到通知 不敢怠慢 坐着大叫 一直来到坟边 刘勇大帐 倒了大帐之后 见面彼此十里 刘勇就把案情一说 把府台知县吓坏了 信说糟了 张培元 被捉住 这刘勇可真够厉害的 弄不好 我们也得跟着倒霉呀 刘勇就跟和珅说 何中堂 咱们动手吧 老师 就按您的话办 刘勇跟和珅 带着支线 带着府台 走出大帐 来到坟边 要挖坟验尸 这时候 看破案的人 可就多了 当兵的 把这坟地 围了个水泄不通 外边老百姓 议论纷纷 谁不想看看 普贤到底 因为什么死的 这时候 张承留安 就带来 奸夫淫妇 张吴举 跟黄爱玉 和珅 刘勇 辅台支线 都在椅子上坐下了 刘勇 就准备开棺 验尸了 好 给你 嗯 好了 好 好 有 更好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